又到修理日本的時間了 日本啊 假面超人是什麼 獨角獸 然後什麼 蝗蟲 假面3號是蝗蟲 假面2號是 獨角獸 主要都是以昆蟲系列 雖然後面有變色龍 這叫什麼日本人的昆蟲哲學 他們用昆蟲去打怪物 我們都知道 怎樣的怪物 前幾天已經做過結論了 怪物都跟性有關係 怪物跟性有關係 老師教一教 就跑到小孩子的腿中間了 整個到處怪物 日本的昆蟲哲學 怎麼樣打怪物 昆蟲吃什麼 他也不吃肉也不吃菜 就喝水 這日本啊他們某些啊 不太喜歡這種怪物文化的人啊 他會怎麼樣 好我就都不要了 我也不吃肉了 我就喝點鹿水就好了 把自己說得很小很小很小 那種昆蟲人啊 然後咧就搞一些什麼 卡通啊漫畫啊動漫啊 就往這方面發展了 這方面發展在這個世界上啊 多少還是有 可以虎口嘛對不對 鑽一些經濟啊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昆蟲能打敗怪物的原因啊 因為 昆蟲它不要嘛 對不對 你要你要我 跟你去搞 搞7.3的 搞一些性 跟性有關係的事啊 會變怪物對不對 那些昆蟲哲學人啊 啊那我就不要好了 我就當個小小的昆蟲就好了 然後再發展一些什麼 動畫啊 小超人啊 是不是小機器人啊 這是日本的昆蟲哲學啦 龍頭 可是他們還是跟世界接不上鬼啊 他不知道我們全部的一個 大整體的一個環境啊 好明天再修理他